欢迎回到我们的YA Lifestyle的Battleship 今天呢我们有个特别的一集是讲关于见证的一集 所以呢我们有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 然后呢来为你们分享他们的生命见证 我是Joyce 然后呢今天我们邀请的这个嘉宾是 从小就就是我认识他就是他看我长大 可是呢他真正的生命见证听过 可是却不是真的很了解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他上来跟我们一起来讲解 讲他的生命的见证 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祝福 所以我们邀请Uncle Joseph 哈喽大家好 我姓王明朝记 目前是单边神召飞佛水堂的全职同工 那么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关于我个人的生命见证 那么我本身都是在一个天主教徒的一个信仰的这种的影响下长大 那么在我80年80年初期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我大约15岁 就是初中山 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是面对一个掉入一个很大的一个陷阱里面 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是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一个肯治地的一个地方 所以华人的这些的并不多所以都是马来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住的这个地方 他们就是有几位 比较年长的 就是接触到这个毒品 所以接触到这个毒品 就是对我生命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 所以那个时候我在初中山 就因着这些朋友的影响甚至我哥哥 我其中的一个哥哥也就是接触了这个毒品 所以我也坚决的跟他们就是吸上了那一口的这个毒品 所以大家都知道80年代 我们那个时候对白粉 并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是毒品什么是白粉 我们只知道吸了会飘飘飘蓝 会想什么得什么的那一种的 兴奋的那一种的感觉 所以当我吸上第一口毒品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就改变了 改变了什么呢 就是越吸就是越厉害 甚至来到一个时候是已经上瘾了 上瘾了我们还不知道 只是感觉到不能够走路都没有力 所以吃饭也是不能够吃 睡觉也不能够睡 然后我以为是生病 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就是 掉入一个很森严的一个状况 就是染上了这个毒瘾 所以毒品对我来说呢 已经危害了我整个青少年的那个时期 因为就是那我十多岁 我就接触了是所谓的白粉 那么那个时候80年代到90年代 谁有听到说有白粉的 谁的家人有听到有吸白粉的 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很怕 因为每个人都说 你吸上白粉就是没有回头路的 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活死人 所以亲朋去友一听到 哇 谁人有家有吸上染上这个白粉的 他们都尽量的会躲避你的 同样的我的家庭 我爸爸妈妈我兄弟姐妹们 他们也因着我 也面对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毒品的影响下 所以我的生命就是一天比一天的糟糕 所以家人我爸爸妈妈就是虽然很疼爱我 就是要想尽的方法 办法就是要我去接毒 但是用了所有的方法 我都不能够从这个毒品里面能够摆脱 我不能够去生过这个毒品 可以但是最多也就是最长久 也就是六个月八个月 过后我又再重回了 走回回头路 又是染上了这个毒品 在那种吸的停 停的吸的停 在那个情况下 所以我也很多次的被警方 就是被警察抓到 所以我们这些吸毒了 我们被抓到的时候 我们就要被派到这个 一些政府的这个改造所 去改造两年 所以我去去 所以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 出出进进 接触所进出进出 就是这样的情况下 那个时候来到九十年代 当我在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就在这个淡边的 就是在淡边的一个政府的改造所 那里我受了受这个改造 那个时候我就接触到了 听到了这个真正的呼应 虽然我小时候是信奉这个天主教 但是有一次我听过耶稣 上帝这些对我来讲是不陌生 因为我小时候的时候 就有一些教堂的弟兄姐妹来 教一些的道理 所以对我来说耶稣 我是有听过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接触 那时候你吸毒大概吸了多久 那个时候我吸毒大概 就是有停有戏 有大概有整二十年 二十年 所以当你真正到最后的时候 都已经年纪蛮大了的咯 就是最后的那一年 就是在1998年 我从这个淡边的街度的中心走出来 可能你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当时候你讲说 你接触到福音那个过程的故事 所以那个时候 我是在淡边的这个街度中心改造 所以我们淡边神朝会佛水堂的牧师 就是那个时候是我们的摩比特牧师 他每一个星期一次 他会去到我们的这个改造所那边 来跟我们分享福音 那个时候我们晚上是 就是要遵守这个中心的一些的规矩 就是马来人要去到佛教堂 那么我们华人就是可以去到基督教的 或者是这些佛教的这些的 受这些的教导 但是我就是选择来到这个基督教 就是我选择这个摩比特牧师来劝导 然后他来跟我们分享福音 同样的我们就是听 但是有一天晚上 他就是说要我们 戒掉这些的所谓的肚品 香烟 然后我就很好奇了 我就 他所说的这句话要我戒的时候 这个戒的这个字呢 就是好像很特别的 就进到我的脑海里面 所以我在那边 我们在里面我们是可以抽那些烟的 我在建筑中心里面我们可以抽烟 是偷抽的 我们可以抽那些烟 就那个时候我就想戒 好哦 现在我要戒这个肚品是不可能 因为我在里面已经戒的肚品不能够洗 那我就戒烟吧 因为那个戒字 我就 开始就一个很简单的祷告 好我就戒 我是凭着牧师告诉我 你 靠着耶稣 凡事都能 我就 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这样的简单的祷告 我就戒 那第一口的烟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是知道今天 我就停了那个香蕴 感谢主 自然而然而也是停了这些的肚品 所以我很感谢神 就在很奇妙的这种的情况下 就是那个字 就是接着这个字 所以我就真正的体会到 哇 这位耶稣是真正的 是无所不能的神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相信 我相信耶稣能够帮助我 脱离 以往这种 辛苦的日子 败坏的日子 这种糟糕的日子 所以我相信 福音 我也相信神所讲的每句话 当时候你戒的时候 他是 慢慢续续的 还是马上的 还是那个过程很 很像通常我们看戒毒 他们很痛苦的 就是很像 还是会很辛苦啊 就算出来 他们还是因为 还是很有那个 影在 然后有时候会很辛苦 没有办法 然后又重回去 那你那时候讲戒的时候 他是马上那种感觉是怎样 所以 这个就是很奇妙的一个一点 就是神的话 也就是那么的有能力 所以我个人的话 我就是说 可能我就是要慢慢 因为戒烟 我也戒了那么长的时间 不可能说 哇 就是不要戒 就马上停 就不要戒 就是说少戒一些慢慢 可能是一个礼拜过后 才能慢慢的放掉 但是 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的 需要的这样的时间去戒 而且我就那天的开始 祷告的开始 说我要戒 就是那个时候到今天 哇 一口都不用多 不要说我要去 需要一些的时间 看也不会看到 不会看 而我嗅到的那个烟味 是很臭很臭 所以我很不习惯那个烟味 所以有时候他们在那边 因为那个时候 我是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戒 但是我一个人 不戒 就是不戒 所以他们给我带来很大的攻击 就说我走火入魔了 说哇 你戒了这个信了耶稣 听了福音 你连烟都你不戒 因为里面都是讲烟 都是每天都是讲烟 一早起来 你就是找烟 找烟 戒烟 因为那边烟是很要早的 很难找 而且是很难找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 我更加的信靠神 因为我更加的 我知道 只有这位神能够帮助我 对 那你真正戒了之后 你出来 当然我相信你家人 也是看到很大不一样 二十多年的吸毒 这样子忽然间一出来 经触经触这样都是 连这一次 1998年对吗 出来 现在那我是1998年出神 所以你这23年没有动过这些人 他们有什么感触 所以其中我一个 第三个哥哥 其实在我吸毒的那个阶段 他就是跟我说 我不认你这位弟弟 因为我们在吸毒的时候 通常都会跟我哥哥 姐姐那边要钱 这些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有一天他就告诉我 我去找他要钱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你从今以后 你不要来找我了 因为我没有你这位弟弟 但是在我的那个情况下 因为受到肚瓶的影响 我也觉得没什么 只是他是这样的讲 但是真的 他是真的跟我脱离那种兄弟的那种情 但是当我在1998年出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没有回去马路加我的家乡 我就在当边 我就参与教会 然后我在牧师 就是莫比德牧师的安排下 在他的家里 他有预备一个小小的空房间 给我暂时的住 因为我就在当边 住下来 然后做工 然后在这里 当我在这里的时候 一段的时间 我也没有跟我哥哥跟我家人说 我接度 我什么 但是 当我偶尔回家的时候 我也没有讲什么 但是他们 就看到我 也许我生命的改变 我讲话 或者是什么的 也没有跟他们拿钱 而且跟他们都有很好的 那一种的关系 所以他们自然而然的一天 他们都很接到我 然后我这位哥哥 就是之前说 叫不认我了 这个弟弟的这位哥哥 就约我出来喝茶 吃一起吃东西 我感觉很舒服 因为他主动 他主动的约我出来 那么到今天 那么这位哥哥 是跟我关系 是最好的一个哥哥 感谢主 感谢主 很不一样了整个生命 很不一样 而且我不必说 我怎样怎样好 我也没有说 是他们自己主动 自然的 很自然的 就接纳 接纳我这个 以往是 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 很多问题的 但是今天 他们很乐意的 每天 直到现在 每个星期 就是叫我说 我们一起喝茶 吃东西 我们还是保持这样的 这种的关系 感谢主 那我也知道 你在当中 你在教会之后 一段时间 你也是有去读神学院 对吗 那时候的过程 对你来讲说 有什么 带来什么的影响 OK 然后我就来到 出来 1998年出来 然后我到2003年 2003年 我就辞职了 我一份很好的工作 所以也感谢神 因为那个时候 因为吸督者有背景 有这种系统背景的 你要踏入社会 是没有那么的容易 对 而且他们会看你 说为什么你有这种 这是我监牢 我有经过的 所以如果是要踏入这个社会 真的是不容易 但是感谢主 我在工作上 也透过老板的这种的 大力的支持之下 然后我上可以做到 一个蛮高的一个智慧 所以来到2003年 那天会的时候 我觉得我人生的生命 我需要一些的改变 因为我想更加要经历到 这个主给我的这个恩典 他拯救我 我觉得他不是放我到 这个工厂去做工 我相信他拯救我 会用我在另外一方面 去服侍他 所以那个时候 我就例子说 我跟教会说 我要去到圣经学院专备 所以我就去到 我们的神道会的 这个圣经学院装备一年 我们我就拿这个圣经证书科 所以我用了一年 来上这个课程 所以出来的时候 我就去到麻婆做这些 街渡的这个事工 所以我做了相当久 大概有两年多 在于这个街渡方面 所以我就帮忙那些西渡者 跟他们分享 怎样经历到生命的改变 所以我都在这个街渡的这个方面 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西渡者 甚至一些他们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会有一些人会介绍说 我这个儿子西渡啊 他要怎样怎样 要怎样 那么我就是说 带他们去到一些 戒毒中心 或者是 介绍他们去 收口 改造 这个复印的这个戒毒中心那边 去帮助他们 到现阶段还是有这样子的帮助 还是继续的 有人找到我的时候 我都会 让他们 就是介绍他们 带他们去 很好很好 现在也很多基督教的这些戒毒中心 慢慢的兴起来 我相信 这个戒毒的工作是很必要在这个时候 虽然 戒毒这个东西已经很长一段时间 很很很久都会有一只这样子的问题兴起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需要这些部分 那现在也相信你现在在教会里面工作 然后可能可以分享一下你对于现在生命 你对于现在的生命 有什么感触 你信了主之后这段时间 甚至到现在二十多年了 那你有什么感触 所以直到现在我能够感触到的就是 当我们一个人堕落 一个人败坏 一个人走错路 当我们在那种的情况之下 虽然是有人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未必这个方法 这个方式能够帮助我们 但是有一些事情 真的是要来信靠耶稣 如果说要改造受克成的那一种 当然我们能够有更好的一些的知识 是什么我们能够改变一些的东西 但是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吸毒者 吸毒者 你一定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就是在于信仰方面 因为耶稣就是始终那一位能够改变我们生命的 因为我们吸毒的不是改变我们的一个外在的一种的行为 习惯 因为要改变我们是内心里面的 一些影是心里面的 所以我们很需要就是要认识耶稣 所以这也是因为这一点 直到今天我都不敢放弃 我还是清楚知道 我还是要信靠耶稣 我还是需要耶稣 我还是需要上帝来帮助我 走了每一个脚步 我都还是需要他 不是说我现在我没有吸毒了 我就成功了 不是不是 因为我还是继续的需要 耶稣来带领我前面的每个脚步 真的真的 不简单 那个过程过来到现在 对对 但是就是神的力量持守 扶持着 然后信靠着神 坚守着神所讲的话语 然后就走到现在 对 那你有什么有个喜欢的经文 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那么我就用在这个新月的 这个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来与我个人的一个接触 所以这段的经文讲到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所以这段经文虽然看似很简单 但是对我来说 是很特别的一段的这个经文 如果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以过都变成新的 那么怎样变成新的呢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 刚才我有讲到 就是说好像我 就是接那个毒品 接那个眼 我以为说是要一段时间 对啊 是要慢慢慢慢的 没有那么的影 没有那么的重的时候 我才放掉 我才不要吸 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一种 所以变成新的呢 这里的这段经文呢 这个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是一个重新的一个创造 不是因着我们要受教育啊 或者是要改造 要一个过程去改造啊 才能够来到成为一个新造的 这里面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创造 那么这个全新的创造 是有借着圣灵 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 所以这个全新的生命呢 我们有一个全新的主人 那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这段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提拔 就是这个新的生命 这个新的生命带来给我的 就是我看环境改变 问题改变 所以我们的这个价值观 就是价值观改变了 我们对这些的是非黑白 我们有这种的所谓的去判断 判断力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神是上帝是很奇妙的 所以在这个新造的人 所以我们不用去受装备 慢慢的去改造 不用了 就是我们在基督里 就是有了这个新的生命 你接受祂的那一刻就是新的 那一刻你相信就是这样 我相信借就是这样借了 不需要额外的一些的 来补助我们去帮我们去借 所以神的话也就是那么的有能力 对感谢主 感谢主 相信透过Uncle Joseph的分享 我们大家都能够 真的是得到很大的鼓励 包括那段经文 就是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 新生命就开始绽放 而你的新生命就从那一个开始 启程了 所以相信在我们 可能我不知道谁会听到这个的见证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有需要 可能你也正在有这些瘾的过程中 读瘾 读瘾 或是烟瘾 甚至各种的瘾方面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其实你可以联络我们 我们可以安排 或是帮助你 协助你给你一些的帮助 给你一些的中心的联络号码 所以让你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 甚至透过Uncle Joseph的分享 可以让你知道 其实我们讲说信耶稣 这个信仰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拿来替代的东西 它是真的一个解药 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 如果你渴望有新生命的话 其实你可以来向祂求 来向祂祷告 相信祂也能够 就像Uncle Joseph生命所经历的一样 你的生命也能够经历到 就从那一个开始 一个祷告 对吗 一个祷告 一个简短的祷告 向神的祷告 新生命就开始 新生命就 旧的生命就已经过去了 旧的就已经过去 新的要开始 所以我们可能在这里 可以请Uncle Joseph来 为我们给观众 跟一些弟兄姐妹 做一些祝福的祷告 祝福他们在他们生命当中 如果他们真的有很多的 挣扎的里面 能够透过神的话语 圣灵得到释放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不是因为要等到像我这样 有这样的经历 然后才能够接触到 能够认识到耶稣 才能够生命的改变 所以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有不同的着意 对 你会面对不同的问题 我有我面对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 我们对我们的心 我们的信靠 对耶稣是一致的 对 我信的这位神 你所相信的那是同一个神 同一位神 所以这位神能够改变我的生命 这位神也能够改变大家的生命 Amen 对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Amen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恩 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 你是无所不能的神 Amen 你是听祷告的神 Amen 主啊 你是知道我们内心存在什么问题的 这一位神 是的 是主 主耶稣我们这个时刻 我们要为着 在线上 听到 这个见证的每个人 主你在他们生命里面 做那感动的工作 Amen 也许他们不是像我这样 因着吸毒而认识你 也许他们是在另一个方面 同样的需要耶稣你的帮助 是 主啊你也知道 他们在 在某种方面 在怎样的情况下 主啊你也能够 来帮助他们 Amen 透过福音 主啊来帮助 所有的 有需要的每个人 主啊让他们的生命 全然的被改变 Amen 主啊你看是不是大小 主啊你也不是看严重 还是轻 最重要的主啊 当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 来接受你的时候 主啊那一刻 主啊你就把我们 重新的 给我们有个新生的生命 是的主感谢 有借着圣灵 帮助我们去改变 去胜过 我们在面对的 种种的问题 Amen 我们看环境不同了 因着耶稣 我们看问题 改变的 因着主耶稣 帮助我们 主啊我们能够 去胜过 种种影响我们 甚至我们不能够 自罢了一些的习惯 是 主啊今天 你能够帮助我们得胜 Amen 只是我们的心 要来信靠你 就是那么的简单 相信你主 相信你能够改变我 而且我们也愿意的 让你来改变 Amen 让你来成为我们 新的主人 带领我们前面 是的主 主耶稣 保守我们这些的 外面的这些的 弟兄姐妹 甚至朋友 甚至听到 这个生命见证的 这些的 每个人 Amen 我们都交托在主 你的手中 是的主 保守他们 带领他们 改变他们 主你也使用他们 成为一个 祝福别人的一个管道 Hallelujah 主啊为着他们 献上祝福 谢谢你主 听我们的祷告 我们感恩 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Hallelujah 谢谢 感谢神 也谢谢Uncle Joseph 在我们当中 分享他的见证 所以呢 就在这里 如果真的有需要 你可以在我们的 底下留言 甚至呢 你可以联络我们 在我们的官网上 然后呢 我们可以给到你 多少的帮助 我们都愿意这样子做 我们也希望 神能够成为 你生命中的 那个 那个 转利点的 那一个重要的钥匙 所以呢 在这里要祝福大家 然后呢 也愿神 赐福每一位 然后上帝爱你们 所以我们的这个的 Battleship的Podcast 你们可以分享 然后留言 然后可以分享给 更多有需要的人 然后他们听到这个 见证的时候 我们都把荣耀归给神 让他们的生命 能够真正借着神 得到改变一个荣耀 所以呢 我们 要在这里结束 所以呢 我们再次 谢谢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个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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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